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還有第三跟第四題 不過在講第三跟第四題之前 順便講一下今天的變化題好了 那今天的變化題其實跟圖樣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假設 假設我們今天我有個需求 就是說我希望利用那個4×6的照片 4×6照片把它變成大頭照 也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假設我不管是用印表機也好 或者是說我今天是用那個 比如說便利商店 它一定有提供所謂的4×6的照片 那4×6是什麼呢 4×6實際上就是高度是4嘛 然後那個寬度是6嘛 那它的單位是英寸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我的大頭照放進去 那它能夠放幾張剛好整齣 那如果說我希望能夠 因為剛好如果假設我今天是 比如說不知道能不能拿去那個身份證 半身份證不是它要兩吋的好了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輸出的是兩吋 可是假設高度是兩吋的話 它剛好符合4×6的一半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放等於是上下各一張 那寬度的話是6的話 那可以放幾張 這可能要算一下 然後也許呢 你們就是找一個那個大頭照吧 不過大頭照也許你可以用 用網路上找到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自己現場拍一張嗎 也不一定要用自己的 我看練習 你就找一個 或者說用可愛動物來代替也可以 像這個是用鴨子對不對 你可以用貓啊用狗啊 另外的話可以把它做很可愛的好了 也許把它的眼睛啊鼻子啊 五官用那個液化工具 把它修一下 然後把它填到這一張裡面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第一個 如果是4×6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需要把它 先開一個新的檔 然後呢如果我的解析度好了 我不要太大好了 乘以150好了 我們用150dpi 我們不用300 300可能會檔案太大了 OK我們用6乘上150 那這邊的話也是乘上150 OK 所以呢乘起來的話 那就是寬多少 900 高的 寬900 然後乘上多少 乘上600 900乘600 然後再把那張圖給放進來 不過這樣解析度好像有點小 算了 換 這樣太小了我覺得 OK 再大一點好了 或者可以把它改成300好了 300我覺得還OK 所以就變成1800 1800乘上1200 這樣應該還OK啦 這樣如果用JPG的圖檔的話 檔案應該頂多 就是大概一兩Mb 就應該OK 那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 假如要先產生一個空白的 那我就這個地方 就是比如說104 變化體好了 然後大小的話我可以 寬1800 然後高的話就是1200 記得不要用公分 你亂確定不得了了 一個好大的一個圖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忘了改這個後面的尺寸 結果變公分 哇不得了 那張圖超級大的 記得把它改 它又變了 所以最好先改一下 改那個後面單位再去填 那解析度的話 我們看這個改成 我們暫時先不改好了 因為我們在那個畫面上面 螢幕上面做練習 那就OK了 再來的話 就要處理那一張圖 那你要算一下 大概放多少剛剛好 這個可能就是 自己再想想看 然後把那一張圖 從網路上找到 然後把它放進來 那放的方式 就跟我們剛剛做的這個方式一樣 就是先把這一張怎麼樣 先定義一個圖樣 定義完之後 再到這邊編輯把它填滿 填滿的時候 利用圖樣的方式把它填進來 這樣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題目還有兩題 我們分別把它完成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題目第三個是要 把那個PSD01-2 點PSD 整個怎麼樣 全部選完貼過來 然後並且把它放大10倍 但是要保留鋸齒狀 那要怎麼保持鋸齒狀 首先的話 我們找到PSD01-2這個 就這個壓 然後Ctrl-A C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 我需不需要像上個禮拜一樣 只要選黑色 不用啦 因為它背後都透明的 Ctrl-加 那我怎麼知道背後是透明的 只要後面是這種 像那種棋盤式的這樣 表示背後是透明的 如果是背後透明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像之前 有沒有 我們用好幾種方式 比如說你可以用魔術棒工具也好 或者快速選舉工 不用啦 你就直接Ctrl-A 然後C 直接怎麼樣 Ctrl-V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Ctrl-V 貼上 好 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這個壓子放大10倍 那放大還記得吧 放大還 就是你貼過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圖層 它沒有講到圖層 我們就不設定了 那主要是針對它把它放大10倍 那放大10倍還記得吧 我前面一直強調 你要記一個快速鍵 這個用到機會非常非常大 就叫做任意變形 如果你忘記可以到編輯看一下 Ctrl-T 所以你在這邊Ctrl-T一下 那你會看到它會讓你做變形 那變形的話呢 我是建議呢 可以先把W就寬度 H就高度 中間有個鎖 把它鎖起來 為什麼要鎖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鎖 你這邊打5倍的話就500 你會發現它只會變成像這樣 哇 那這邊你要打兩次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這邊有個鎖對不對 你如果打這個 這個5 把100變500 你會發現它就會直接幫你 兩邊是連動的 有這麼小嗎 它是要幾倍啊 10倍 10倍嘛 所以10倍就是1000 OK 好這樣子 那這樣好了之後的話 理論上 這樣就是有保留硬邊 但問題你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奇怪 打勾之後 為什麼它的鋸齒狀不見了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它其實蠻貼心的 就是因為它知道這個圖解析度不夠 所以Photoshop就非常人性化的 自動幫你補點 讓你看起來這個圖 不會那麼的就是有靈有角的 可是問題來了 它的題目是要怎樣 要有保留鋸齒狀 所以這裡的話 有一個地方可能連那個 經常用Photoshop的人也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這個功能實在很少 因為一般人是 恨不得把那個 圖的鋸齒狀通通變柔順 很少會保留 所以這個題目有點顛倒 那這個地方可能要把它 檢測一下 復原一下 OK 那要怎麼先把它復原之後 那你要設定一個地方 在編輯裡面有個偏號設定 找到一般 有點像剛剛我們設定尺寸的地方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影像 影像內 插補點 插補 那是補插 補點吧 就補插 這感覺 這個語法我不太能夠理解 反正OK 反正就是說呢 它會自動幫你補點 那補點的方法是用這種演算法 那可是如果不要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設定 改成沒有 有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最上面這個 最接近像素 保留硬邊 OK 所以其實它幫你補點的方法 還蠻多種的啦 其中的話呢 有什麼 這個是剛剛預設的 另外還有好幾種 那我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你可以每個都試試看 看看它的差異在哪裡 那將來你就知道說 以後如果你要哪種效果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套用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這麼熟 就是因為它每個都套用過了 而且每個都試過N遍了 所以你會看到 像我之前有監考過那個Photoshop 我看到那個高手好厲害 總共要考幾題啊 總共要考六題 然後它考專業期 一個小時一題要 一題等於十分鐘就要完成 那你會發現 哇那個好厲害喔 它一直在切畫面 一直切畫面 每個地方它要什麼東西 馬上就可以找到功能 馬上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哇這個神乎奇蹟啊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成為一個PS高手的話 可能還是要熟悉裡面所有功能 那怎麼熟悉 反正就是盡量找問題去嘗試吧 OK喔 所以我們把它改一下 剛剛本來是這個方法 然後把它改成最接近硬幣 按確定之後 接下來再來變形 Ctrl T 有沒有 然後一樣的方式 把這邊先鎖起來 然後把這邊加個0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打個勾喔 記得喔 最後是打勾 打勾就是確認啦 確認要變形的 然後呢 打勾之後 不要補差點看看 當然你也可以去試別的方法 其實別的方法 我也不確定說效果 是不是符合你要 OK的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部分就完成 重點就是說 你在變形之前呢 請你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 記得喔 把它改一下 保留硬邊 那至於其他方式啦 像是什麼最銳利 這個最銳利 不曉得效果 是不是也跟那個 有沒有 最銳利到底多銳利 不知道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是不是跟那個 剛剛那個方法很類似 還是說差很多 還是最平滑 最平滑的話 當然了 以後 你們再補差點 盡量 如果不希望看起來 解析度太 因為常常有一種狀況是說 你原來的圖 太小張了 解析度太低了 但是你卻要列印出 像海報一樣大小 那很麻煩 因為你解析度本來先天不足 那怎麼辦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 先幫它 這張圖先稍微把它放大看看 然後再補一下差點 可是它補完之後 可能不完美 所以變成你要人工的方式 再去幫它補一下 讓它看起來不要這麼突兀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把那個鴨子這個字放過來 好